精神,各位師兄 阿斐講馬仔 現在是11點23分 離開跑時間只有一個多小時 阿斐跑完之後 今天發覺第3場四班一千米賽事 和第7場二班一千米賽事 這次阿斐直接買了兩隻都是最愛當的馬匹 首先回到第3場講解 第3場今次一千米賽事反而多馬仔場合 多馬仔場合反而這次全世界發覺死了火的就是潘頓 這次阿斐推薦給大家的10號仔 這隻就是忠誠寶寶 忠誠寶寶看這隻全部四班一千米賽事 近期最靚仔的時間一月份 一個月之前跑過的那隻就是萬事快 暫時都是大熱的,4.3、1.8這個位置 但近期看這隻萬事快 近期是同程一千米賽事 是56秒3和57秒2的 以及最主要是十三檔 十三檔那次反而是吃了飛的 就是57秒2的,3.9 好了,最新一次 這隻馬其實兩次出閘 相對中外檔情況下都比較出閘 會笨絕少少的 今次萬事快 我覺得機會未必是會贏馬的馬匹 還有拿著三檔 當時127的潘盾 都是56秒3 今次反而六檔夾死馬 檔位一千米 左邊兩邊的馬匹影響 情況下 三號仔的萬事快 我就不多特別看好的 反而如果拿回五十六秒幾 近期五十五秒幾的馬匹沒有哪隻 反而六號仔這隻 新馬仔 另外六號仔這隻 就是勇創大盜 另外這隻六號仔 未出過賽 田泰安也是上次試騎過 都發覺非常銳目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六號仔的勇創大盜 但今次阿斐買的是直接 獨贏及位置 直接是二川三過關兩隻馬匹的 所以第四場一千米賽事 另外看了一隻十一號的手錶 錶霸 亦是劍威和何札瑤的 亦是深馬仔 亦是試襲 完全全都是何札瑤 試襲為主 所以十一號的手錶 手機錶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兩隻可以做腳 但今次真的特別喜歡的話 反而十四外檔 如果看過中佬TV 阿斐說田泰一千米賽事 一千米直路賽最重要是外檔有優勢 這方面不多說 沒有甚麼影響 還有近期看一千米賽事 好多長 發覺內檔是否靠著觀眾席那邊 阿斐直接有一條直線 可能馬的屬性 純粹是看到直線 就是一條難 容易向前去追 反而最外檔的 受一些馬的影響 未必是 所以十號仔的忠誠寶寶 今次看到羅庫泉給了王匹 最主要 上次11月1 11月26日 196 田佐千米賽事 潘頓同樣騎過這隻馬 但當時二檔情況下 127磅 跑的時間 57秒8 非常非常非常難看 但當時都吃了2.9 這個賠率 一件事很重要的 你看到他最主要是 試習 說一句 羅庫泉不會拿閒錢 是養閒人 你看到他完全全是9月26號潘頓 10月17號都是潘頓 11月14號都是潘頓 等於三次潘頓站一隻馬匹 都是由頭放到米為主 贏,贏三個馬位 也試過贏贏頸位 所以完全是大勝而回的情況下 所以上次才是2.9 這次是十四檔外檔 你不看好我看好 10號仔的忠誠寶寶 比起王牌情況下 這次的去馬順序特別強大 所以這次直接 獨贏級位置要了他先的 好了 就是得場的二班一千 賽事小馬的場合 阿菲直接特別喜歡 是三號仔狀元及帝 七號仔的賢者無敵 八號仔的突然夢想 和九號仔的傑出漢子 這四隻馬匹 其實一號仔的精靈勇士 暫時也有票支持 所以五隻馬 去到最後是哪幾隻 先抹一抹 去到最後是13 然後加上是700 還有9號 去到最後看有沒有票支持 大家才要買四連環 玩一玩小馬場合 10元就好了,不要買那麼大 但是這次二班杯賽 這次阿菲同樣 都是對一隻馬特別有信心的 小馬場合爆冷 如果一隻馬是贏了冠軍情況下 其他的位置Q都不會好分 所以這次阿菲特別是挑戰一下 反而推薦一下最外檔 10號仔的狀元及帝 近期最快時間都是他 56秒1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直接給個表格 來看一看狀元及帝 上次輸了 但是不要緊 是谷草1000米 有個轉彎急彎 少少 當時趴著洞 在一檔情況下 以為他去馬3.8 最後沒有了 這次不要緊 密道朗 這次直接同程 情況下看到 上次跑1000米賽事 是10月1號 六三填草1000米 當時找到艾少李 夾死馬檔位 這麼難看情況下 也可以跑到56秒1 當時是六甲 現在8點小 大家留意一下 賠率是8點小 然後最新那次上個名 9月17號 那次二一填土千米賽事 潘頓去拆旗 129磅 四檔 今次密道朗同樣 騎著那個磅數 也是118磅 你看到 上次輕磅情況下 也是8點小的食了飛 今次 那次是找夠大家的 最上次那次 9月17號 反而潘頓可以贏 輸給精靈勇士 但同樣大家留意一下 無論輕磅重磅 這隻馬 都是戰績的時間 是56秒1 當時14倍 跑到第二名 然後你相信他 情況下 反而是8點小 反而沒有了度 不要緊 最主要是 沒有了度 12日沒有了度之下 高東尼的馬 同樣都是那一句 兩個馬防羅庫傳 原來買高東尼 不會養閒人 亦不會養閒馬 輸了馬之後 亦都不停地拿去重化兩次 你看到 11月17號 重化 才是艾德納 親自上過去 去拆棋這隻馬匹 然後 去到12月1號 同樣都是重化 找了中逸禮 同樣是親自上去拆棋這隻馬 最後 跑了一個就是第二名 回頭而已 拿著一隻姜誠 穩穩穩穩穩 拿著二名 其實這隻馬 其實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些事實片 阿肥不多說的 兩次 由十月之後 直接 完全十一月 完全十一月 是沒有出賽的情況 多說幾次 十一月沒有出賽 粗膩了 為了這次的杯賽而戰 所以三號仔的狀元及地 看回所有的馬匹 56秒1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哪幾隻 所以這次阿肥大膽推測一下 現在十倍獨贏2.5位置 我覺得直播率極高 所以直接不說那麼多 第七場杯賽 加上高東來對杯賽的執著性 大家有所言見過 所以這次直接同樣 第七場也是買了三號仔 最外檔那隻就是狀元 第三號仔 不多說 直接二穿三 就買十元雞 看看有沒有錢收 直接第三場的獨贏位置 都是十號仔的中城堡堡 第七場的獨贏位置 是三號仔的狀元合地 看看這裏 直接二穿三十元的一柱 投注八十元 看看有沒有錢收 直接投注給大家看 不要花架了 投注成功 多謝各位收看 中路TV賽馬片 阿肥直接 除了藍馬特輯之外 也會找一些直播 可以過關有心水的馬匹 多謝大家留意阿肥講馬仔 今天一時開馬 記得大家贏多些 中路TV有益各位師兄們 中路TV實施了會員制度 今天收費會員和免費會員頻道 免費頻道 依然保持著的就是 兩場的專攻一二場 以及阿肥的心水推介馬匹 所以各位師兄依然可以 繼續支持中路TV 另外各位師兄和阿肥一樣 希望想來季贏多些馬仔 於是中路TV開始了 收費會員頻道 收費會員頻道有什麼益各位街坊 首先就是六環彩智能錦囊 顧名思義 專攻六環彩環節 人工智能直接篩選出六場 頭二名的馬匹 你的腦和我的腦 加起來都不及電腦運算快趣 絕對是可靠 亦非常提高機率 所以六環彩智能錦囊 只是感受50元 希望各位師兄幫到大家 如果覺得不夠後正方 另外有個黃金會員收費頻道 一百五十元 是當日的米牆四方馬重新出現 另外 全日子多隻銀行馬系列的片 30分鐘 中路成員的所有長次的貼士片 亦都會上賣架 即時了 進入WhatsApp頻道 可以和各位師兄更方便 投馬一起贏大馬 阿肥說完了 在這裏 各位師兄如果到便走 深入旅想加入中路TV收費會員頻道 記得掃一掃這個二維碼 直接不要左想右想 加入了中路TV收費會員頻道 可以贏更多的馬仔 收費會員頻道更多的貼士片 更多的貼士分析 更多的彩馬資料 可以提供給各位師兄們 請ю可 LIVING 請親密 請親密 請 floral